凭借综艺节目 我最爱的女人们 演员钟丽提又展现出了 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 一份人格魅力 尤其是和东北婆婆 愣是处成了好姐妹的模式 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婆媳关系更是世纪谜题 但在钟丽提看来 婆婆却是这个世界上 最可爱的人 我认为我婆婆第一眼 就是很严格 但是通过这个节目之后 我发现就是她真的很可爱 她不仅仅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一见到婆婆 钟丽提的赞美 就早已准备就绪 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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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里婆婆教钟丽提 煮菜烹饪 钟丽提教婆婆美容化妆 那哪是婆媳俩 分明就是姐妹俩 她的饮食都改变了 她现在吃那个饺子 也不吃皮了 就吃那个馅 因为我跟她说 要小吃淀粉 她跟我说 帮她买一些纸鞋 鞋鞋 我要叫她开始准备化妆了 婆婆 我希望我可以 做更好的儿媳妇 我觉得我现在做到 九份吧 有这么一个乖巧体贴的儿媳 钟丽提婆婆自然 真心换真心 小两口要是半嘴吵架 老人家从不偏袒自己儿子 这做法也堪称是婆婆界的楷模 每天就担心我儿子 有时候别的说话不注意啊 对不起了你 又长相 我儿子从小惯了吧 我说对你惯了 有时候 咱们就怕他发脾气 我儿子是 我儿媳妇绝对没事 他脾气太好 都说理解万岁 也难怪 经过了我最爱的女人们 这档节目的朝夕相处 这对婆媳更亲密了 以前他也不跟我们一起住 但是这次他跟我们一起 一个月 然后他有时候离开 要回去林役 他知道他舍不得走 然后我就 我觉得我现在很幸运 我要两个妈妈了 记者彭天娇 北京采访报道